现在呢我们就到了新火车夜市 叫Job Fairs 因为这个新火车夜市呢 它是刚刚开始营业的 我们刚才和工作人员呢 也了解到它的招牌 还在制作的过程中 现在呢只有这样的一个路旗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营业时间的话 是每天的上午11点到午夜 营业时间也是非常的长啊 然后这边的位置的话 是在刚才我们从泰国文化中心距离那边的话 大概是一站地的距离 是有1.5公里 这边的地铁站呢就叫做拉马九 旁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对面是联合丽华的总部 然后呢在夜市的后面 就是G Tower G塔这里面的话有很多非常著名的中资企业 比如说华为 比如说中国移动都是在这里办公 然后G Tower的旁边的话就是 Centro Lama Centro Palemgau 也是非常知名的商场 那么在这几座写字楼的中间的地块就是我们的新的火车夜市了 那我们看一下新火车夜市和旧火车夜市有哪些区别呢 咱们就进去看一下吧 然后首先进门的左边 就是和原来在火车夜市一样的酒吧的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古董车 然后泰国人都在这边拍照 因为泰国人非常喜欢拍照 不知道这个车能不能拍出大片的感觉 然后因为快到圣诞节了嘛 这边也是有圣诞树 这里也有人拍照 现在天气非常好 然后晚上逛夜市是特别的舒服 然后看这里也是很有情调的地方 我们简单看一下哦 但是里面人比较少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在外面 这边就人很多了 在酒吧区域的对面的话就是夜市了 然后我们看到呢 这边是有几六啊 第一六的话是餐饮方面的 然后后面呢是有服装呀 还有小商品啊等等等等 我们可以一趟一趟的逛 这个规模的话要比以前的火车夜市要小很多 可以叫浓缩版的火车夜市吧 但是呢我们一眼望去的话 一些餐饮呀还有一些商品啊 都是非常相似的 测一下体温 你看像这个泰国很 泰国的烤鱼 烤鱼对 盐巴烤鱼 这个比较是北方菜对吧 因为有点像以散菜 这个肉很嫩 是 这有我的朋友丹丹呢 他是读泰语的 然后呢他在泰国时间很长 我们刚好可以一起逛街 我们再看一下这些 哦这里是那个海鲜的 海鲜当中 对以前在火车夜市的时候也是 因为他们家应该就是铺纸的那种 就是把所有的海鲜点完之后就放在纸上 然后戴上手套用手那样抓着吃 也是挺有特色的 哦对对对 这也是很有名的网红菜吧 火山排骨 对我们来看看价钱 口头拿卡 嗯这样的话 小分的话是299 都是啊 中分399 大分499 超大分599 那599其实也相当于就是100多块钱啊 里面都有什么的各种海鲜 有虾 还有什么 鱿鱼 还有玉米等等 我觉得逛夜市特别兴奋 好多好吃的 真的 我们看一下人家正在吃 因为说我们刚才刚吃完饭 有点吃不下了 我可以看一下别人吃了 你看这里的话他们就是 哦他们这一家好吃的 好吃 他们家是放在盘子里的 我记得在以前火车夜市有一家 人家倒出来 然后用手 对对对 不过他家人还算是比较多的 炒面 炒面 泰国的 泰国菜 这家好像比较有特色啊 还放着音乐 还点着这个灯看一下 类似那种青疤 嗯 蜡羊疤 蜡羊疤 对对 刚刚这边的人也是很多的 你镜头照一下这边 嗯 看下东西都在吃 我觉得喜欢泰国的朋友都应该是非常想念泰国了 看到这里 是不是想要赶紧来到泰国的有一种这样的冲动呢 这种夜市 这个夜市 浓缩了很多 但是 还是有好多好吃的 对 哎 这是火山排骨 哦 这里是火山排骨 火山排骨 哈哈 太多了 它那边有 火山排骨 就是 现在东东闻到有酸 辣的味道啊 我现在都回味起那个味道了 看着他们吃的太香了 哈哈哈 有点在想吃饭 表面咱们也来吃 哎 快看 快看这 对对对 你头大咖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220泰铢 对 这么一大碗220泰铢 哈哈哈 非常划算 220泰铢 啊 220泰铢 那这一排 就都是吃的 我们就逛了吧 然后这边还有酒吧 这边是 哦 有酒 应该还会有奶茶 在泰国奶茶也是少不了的 我们看看这个车上是什么 还有一个Flamingo 哦 搞什么 这个立真系 这个立真系 我们一直在 中国人吗 我以为他说的是中文 Mochito 哦 Mochito 我看看 一杯的话大概是300度左右 哎 你觉得车好好看哦 哈哈 这都是可以来拍照的地方 我们 对啊 跟我的衣服很搭配 你照 你是要帮我拍照吗 我不爱拍照 然后这边也是餐饮 哦 这边也是餐饮 有寿司 三文鱼 这一盒的话就是10块钱50株 是吧 它有MLFL 嗯 它这个生意还挺好的 都卖蓝了 好便宜哦 这边还有一些串 串串 这也是泰国最有名的大头虾 这一盒应该是200多泰铢 问一下 三百里卡 你多多泰铢 送来 哦 这一盒就是200株 我们只问价不买 因为 因为没有钱 而且吃饱了 这里是泰国的方便面 妈妈 是吧 泰国知名方便面 最著名的方便面 然后这边就是奶茶了 奶茶一杯45 也就相当于8块9块钱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小甜品蛋糕 嗯 炸鸡 我们是不是得买点什么呢 哦 芒果 泰国的有青芒果 在哪里卡 你来看一下这个嘛 芒果 他以为我要买 我也可以买 清芒果 100块钱三盒 酱是比较有特色的 对 然后呢 因为它是可以放这个虾酱 和辣酱 这样一起拌 他就芒果 是三芒果 三芒果 这都是可以拌芒果的酱 然后有菠萝也会这样来拌着吃 就是水果来当菜一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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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寿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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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株 300株左右的 这也是鱿鱼 这是什么呀? Pancake 它这个是可以做成各种卡通图案的 Pancake Pancake是叫什么? 想不起中文是什么吗? 肩饼 肩饼 就是对 肩饼 肩饼 想不起来了 你看它这儿考一个是蓝精灵 尖的蓝精灵 它可以考各种动物图 嗯 很多卡通图案都是可以的 对 各种动物图案 就还挺可爱的 对 也不贵哈 才是 9块钱 走啦 下次我们不要吃饭过来吧 我们是已经吃饱了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 他们坐在这边喝个喜酒 吹着凉风 也是很舒服 好 这边的话就是衣服啊 袜子呀 还会有一些化妆品啊等等 手机壳 泰国的衣服也是 应该看起来很清凉吧 因为这边都是 夏天 这边也是男士的T恤 150株 100株 袜子100块钱6双 好的 我们这样就逛完了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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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脖子好小啊 好小哦 好小哦 因为 中南亚人呢 是 还是呢 我们没看到 对呀 是在那个区域是吧 我们没看到 听说 非常出名的水果西施 也是在这边 对呀 对呀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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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的 还有一只猫咪 懒洋洋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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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颜色的 是吧 泰国人也很喜欢做美甲 有的地方 你都是要提前预约才可以去 这里的话 哦 还可以配眼镜的 哎 我想看 您您看吗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要去做眼镜手术 所以想问一下 你 哎 你才一个 郎的 他们得比较 我 所以 我 有什么 我 我 好 你 你 不 我 那 我 如果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是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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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你等会很大 没关系,还没关系 没关系 刚才丹丹也是在,因为丹丹要去做近视眼手术 做完手术之后可能要戴防蓝光的眼镜 这边的话也有是1900泰铢,有三种可以选择 还是很便宜的,很便宜 不过还是去一下医院或者正规的这个 当然他们应该也是挺中规的 这种防蓝光的,在哪都可以 它只要是有防蓝光,都用不过去 原来如此,这里是什么呀 这里就有水果了,水果稀释会不会在这个附近呢 我们去找一下水果稀释 他们没有发现水果稀释 这里有好香的嘎泡的味道呀 哈哈 哇 哇 那这是泰国的BBQ 是的 20多以外 大香和大香两块一块 对,现在是200 100 大家就是只要除以5就好了,比较容易算 但其实现在的汇率的话 昨天应该是5.39 嗯 现在汇率好 对,所以现在这个人民币对泰铢的汇率实在是太高了 太划算了 哦,所以咯 我们中国人在这边消费的话 就等于所有的东西都打了七折八折 然后这边还有甜品 什么东西 我今天开始迷上三文鱼了 是吗 日料了 你现在开始 要不要喝点什么呀 前面就又是那个服装了 对 这个还挺好看的 这边还有加接睫毛的 应有尽有,什么都要 最重要的就是晚上你在这逛就觉得特别开心 对 就是逛逛不买也没关系 很轻松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泰国生活就是这样 出去吃吃饭 然后逛逛街 夜市里面逛一下 然后做个支架 喝点啤酒 对呀 我们还没找到水果汁 没有了 也许他今天没来 这边的衣服 可能是比较有特色的 那种个性的 这里也有一些吃的 这就是那个在纸上吃的海鲜 海鲜很多 人也挺多的 这里是什么 这里的话就比以前的火车 夜市要小了很多 但是基本上该有的都已经全了 还有什么疑问 对呀 我们终于找到了他的牌子 原来这里才是正门 大家都很嗨 只有我们好像是没有什么吃的欲望 这还有一个排长队的是什么东西 冰淇淋吗 没有 我们吃个冰淇淋吧 好长的队哦 对呀 这个冰淇淋应该很好吃 我们吃个冰淇淋吧 排队吗 我们现在呢是在排队买冰淇淋 因为这个买冰淇淋的人非常多 啊 刚前面小孩刚买的就 就掉了 好惨呢 我觉得小的时候如果买的冰淇淋一下掉了 就觉得特别心疼 还有气球破了也很心疼 对 那我们排队呢 不让我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蓝色县和橙色县 在拉马九交会的这一站叫什么名字呢 如果您知道答案请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下您的正确答案 那答对的朋友呢 您将会得到由兰康航大学里提供的神秘大奖 都有什么口味的 有巧克力味的 奶油味的 我要奶油的 最普通的那种 奶油的 多少钱 20株 哦 所以是牛奶的就是20 巧克力的是多少 30 嗯 好甜 也不贵哦 但是我们上次在宜家吃一个是8株 然后DQ是12株 我们尝一尝20株的有多好吃 然后值得这么多人来排队 你看这么长 快到我们了 速度有点慢 估计他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买 就突然一下子很多人排队就是会引得很多人一起来排队 有这么好吃吗 嗯 因为它的那个上面的奶油特别多看起来 对 对 因为他们常常有大号跟小号吃的 哦 是吗 还是没有 但是它价格是一样的呀 嗯 它只是图片也没有帮大有小的 嗯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它的制作过程 好像 好像就是直接从镜子里面 拍出了 对 比你领好多一样 哦 这边也是可以这个扫码支付的 对可以扫码支付 然后泰国人他现在政府也跟政策就是 昆拉克就是政府跟民众一人一半 哦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没有泰国人 对我们不能 因为它是用防疫身份证的泰国人 二十株没关系 二十株 我们就是享受外国人的大意 好的二十株 也是分大小 你看 这里 是吧 好嘞 可以 什么 对 与您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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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这个不一样吗 为什么我说那个 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耶 终于到我们了 我们现在点了三个牛奶的填孔 然后这边也可以用scan的扫码的支付的方式 然后三个的话是60株 好我们终于排了很长时间的队 才买到了20泰铢的冰激凌 这个牛奶是非常的多 奶油很多 对量很足 超大的 所以我们在泰国就是幸福感特别强 体验一个20泰铢的幸福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泰曼直播间就要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 感谢您在每周五晚上和我们一起在泰曼直播间来感受一个真实的泰国 那么如果您喜欢我们呢 请您关注我们 然后给我们点赞 给我们一些爱的鼓励 然后我们才有动力继续来拍一些视频给大家 拍直播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丹丹 谢谢丁机灵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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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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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